这不是魏斯利第一次懂赤恩恩了 她的警告魏斯利都没有当回事 这一次竟然还敢从赤恩恩的身上下手 丽北觉得博纯抿称了一条直线 可见她的发怒程度 你在旁边去休息一下 我让许玉下来 你呢 赤恩恩不放心她 我出去一趟 丽北觉得博纯紧敏 她开口道 赤恩恩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 她现在出去只有一个可能 去找魏斯利 那个男人丧心病狂道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放过 丽北觉得如果正面地跟她起了冲突 会有危险 她迅速地想清楚了这一点 立刻就抓住要走的人的手 丽北觉得俊脸一黑 把她拉回了原处 你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你要跟我去 知道呀 你要去找魏斯利 对吧 赤恩恩很淡定 直接就揭穿她的目的地 丽北觉得阴霉 狠狠地一皱 赤恩恩抓紧她的手 干脆就像个无赖一样 我不管 反正你要去 我也就要去 你不去 我也就不去 除非你不去 不然你要去的话 就带着我一起去 丽北觉漆黑的毛子盯着她 不赞同地说 很危险 赤恩恩一脸固执地 抓着她的手不放 就是因为危险 所以你要去 我才必须要去 丽北觉瞪着她 赤恩恩当然看不出来 跟她大眼瞪小眼 就是不撒手 反正丽北觉又不会打她 她怕毛啊 最多僵持到 最后她先让步 果然 他们大眼瞪小眼 足足瞪了有五分钟 拘奥的男人 眉心紧促 率先放弃了 她移开了目光 我不去了行了吧 该死的 她真的是把她 宠得是无法无天了 现在 一点都不把她 当回事了 用她的时候 各种的主动 各种的听话 不用她的时候 就跟一头倔驴一样 完全不把她当回事 她说什么都不听 丽北觉松开手 眉心还是没有放开 突然一个影子 勾住她的脖子 她还没反应过来呢 唇瓣就覆盖上了 一个柔软的东西 赤恩恩主动现问 用香舌顶开她的唇瓣 撬开牙齿 一路攻城掠地 唇上传来香甜的气息 是吃恩恩特有的味道 丽北觉从最初错愕中 很快就回过神来 扶在她的腰上的手 一下子就收拢了 贬成了懒着 她反客为主 很快就夺回了主导权 加深了这个吻 在公司门口法事热闻 赤恩恩还是第一次做 她脸烫得都可以煎蛋了 只有全身心投入在轻吻之中 才能够忽略掉周围的人 好不容易一吻结束了 她喘息地扬起头 明眸从容聪慧 丽北觉 我们都知道 人是魏斯利派来的 那咱们就不着急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假装 这个是个意外 先别打草惊蛇 等她抓到人了再说 她这次没有成功 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 等她下一次行动 我们可以来一个问中捉鳖 还有 魏斯利那边 她肯定是巴不得你上门去找她 她正好找个理由 跟你谈条件 她现在肯定是比我们着急 我们偏偏就要不要着急 魏斯利当然着急了 法院那边的逮捕令 马上就下来了 星号也接受了调查 快一个星期了 该查的应该都查到了 前台亲眼看到 一场风暴消弭 悄悄地拍了拍胸口 后爬的同时 望着迟恩恩的眼睛都在闪着光 嘿妈呀 少夫人也太猛了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总裁在发飙的时候 有人能够拉得住 一般这种时候啊 都是谁上去 谁倒霉 拉得住发火的立总 那个难度不亚于 拉住一头睡醒的狮子 少夫人 牛逼到爆啊 这都能够拽住立总 他在心里安安地佩服 一边赶紧地 去给上面的人通风报信 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总裁不生气了 他们可以慢慢地查 不用那么着急 提心吊胆了 与此同时 外国一个超级豪华的 七星级国际酒店的顶层 还是之前的游泳池 这一次没有那么多人在玩了 蔚蓝的池水 在阳光的着水之下 折射出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波光灵循 美不胜收 水中一个美人 在水中畅游 如同是一条绝美的美人鱼 线条美丽到了极点 哗啦啦 突然水中的人 从水中抬起了头 长发甩起了一连串的水珠 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弧度 金小姐 一旁的服务生赶紧走上前 走向了泳池珠珠的美女 为她披上了浴袍 另一个人则是递上了 早就准备好的毛巾 金志愿光裸着脚踝 踩在了水花上 从游泳池里走出来 接过毛巾 慵懒地擦拭着 发尾上的水珠 她本来身体就玲珑有致 再加上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穿着一套红色的游泳装 性感 健康 说不出的美丽 好几个服务生 都悄悄地 往她这边看过来 她就好像没有看到 这些目光似的 擦干头发上的水珠 往不远处的吧台走去 吧台沙发边上坐着的男人 今天穿了一件简约的白色衬衣 墨发随意地垂在了额头上 露出来的侧脸轮廓分明 鼻梁高挺 睫毛浓密 她周围的空气 好像都飘着迷迭香的香气 宁静而又美好 仿佛是天使落入了人间 只有跟她相处的人才会知道 她绝不是外表看起来那么的无害 能够掌管整个西泽家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个天使呢 就算是 那也是黑色翅膀的天使 金志愿脚步顿了顿 站在旁边 看她工作了片刻 才走到她的对面坐下 靠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响指 让吧台的调酒师 给她调制了一杯鸡尾酒 她一边喝酒 一边随意地说 你这里的泳池还不错 设计师有点才华 工作中的男人抬起头 看了她一眼 淡淡地说 你喜欢 我就把人送给你 金志愿的心脏 仿佛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给捏住了 她说不出她感觉 这个男人就是这样 一面可以狠狠地拒绝你 不给你一点希望 如果你可以只是朋友的位置 不去愉悦 她又可以对你很好 好得让你错觉 你在她的心里面 是与众不同的 她握紧了高脚杯 垂眸痴笑一声 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 我要一个设计师干什么 我要的东西 你给不了我 西泽烈皱了一下眉头 她情商很高地转移了话题 怎么样 找到对小若动手的人了吗 找到了 要查到这个人很容易 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 谁的嫌疑最大了 难的是这个人不好处理 我也重新不打开 请不吝点赞愿 我忘了 我联系地 感谢都是